我们的专题是酵母菌吸附重金属的实验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我们的动机 随着商工商业迅速的发展 人类享受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相对的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 像是水污染、空气污染 这些不仅造成了环境的危害 也造成了生物的毒害 尤其以重金属的污染最为严重 像是绿蛤蜊、乌角病这些 都很明显地能违害我们人体健康 我们的目的呢 一、主要是探讨如何培养优势菌种 二、利用酵母菌检测对不同金属的吸附能力 三、判断酵母菌队吸附重金属 未来发展的可行度 现实生活中 重金属污染来源很多 其中以野炼厂、金属加工厂、电镀厂等等 非防排放污水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我们制定目标后呢 透过资料我们开始培养 那我们刚开始的培养是经过固态培养机 开始驯化酵母菌种 然后呢 再经过液态培养机 扩大酵母菌种 然后呢 之后我们选择的三种金属 铁、菇、镍 然后找寻最大的吸收波长 制作它的标准减量线 以及它与菌、酵母菌的样本 然后再经过五天 然后进行比对 下达我们的结论 菌和中金属发生什么事呢? 主要是菌的表面聚集和菌的内聚集 为两个原理 那表面聚集是什么呢? 表面聚集是因为菌 和金属带着不同的电荷 所以呢 吸附在菌体的表面上 那另外一个是内聚集 那内聚集是什么? 内聚集就是菌 因为要维持生活 而摄食重金属 另外一个是 菌在摄食时 因为不专一的关系 而摄食到另外一种金属到内部 我们这次选用的测量仪器为分光光度剂 因为分光光度剂可直接借由吸光度或穿透度 来判断酵母菌吸附重金属的程度 因为三种金属为不同的颜色波长 所以需先检测 以显出最适合的测量波长 测量结果为 铜的最大吸收波长为810奈米 骨的最大吸收波长为510奈米 镍的最大吸收波长为720奈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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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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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